在中国啊 龙的传说非常的多 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吉祥的化身 一个吉祥物 可是呢 龙如果真的发现的话呢 那对中国人来说可真的是一大惊喜呢 在青岛真的发现了一个龙头蛇身的骸骨 这个是龙的化身吗 好 如果都是一直用讲的说 到底有没有龙这种动物的话 我们来看这张图 注意 这是26号 山东的渔民杨丽广 他打捞上来的一副完整的鱼骨 这是鱼吗 不太像鱼 那头好像不太像鱼 这是在山东外海 118海里捞上来的 光看这个头 你就没有办法理解 这是鱼的头吗 好 特别讲 它总共有153节 你看 这骨头长达153节 整只鱼长达3.5公尺 对不对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中间有一根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他们说中间这一根不叫骨头 叫鲸 叫鲸 然后中间这根骨头非常的圆 是一个圆柱状的 那我们知道说一般的鱼 鱼的骨头主要的那根 就算龙骨 好 应该是扁的对不对 但它是圆柱状的 然后它旁边这个软骨白得像白玉 它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生物 这到底是什么 对不对 而且它旁边有脚 就是有长脚 尾巴有像鱼的样子 那全身也有鳞片 那你说像这样子的 它捞上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副骨骸了 你知道我意思吗 就捞上来究竟是骨骸 不是一只鱼 不是一只 就是说你不知道它的生前 这只能用3D动脑电脑动画 重新绘图回去 看它到底是什么生物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 杨丽广说它完全不晓得 因为它没有打捞过像这样的东西 它是什么时候 每年的正月十五开始 它就要出海去捞什么 捞虾 它是捕虾的船长 它捕虾已经捕了已经二三十年 它是老船长 杨丽广 所以说它是到东海外海 118海里的第七海域 去捕虾子的老船长 所以它通常要待半个月 所以正式它捞到这个东西 它说它赶快捞回来 给它的前辈看 就说村里面 渔村里面 总有老前辈吧 大家来看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们有没有看过像这样 有一个很像龙的头 然后又有龙的蛇身 然后又有这样的骨骸的形式 这种配置的 请问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是什么生物 所有的老前辈 80几岁老渔民说 真的没有看过 都没看过 都没有看过 但就是有一些 比较年长的长辈 他们说他们曾经有看 捞过海龙鱼的骨头 海龙鱼的骨头 有点类似 但又不完全像 为什么 最大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杨丽广说 我捞上来的这个骨骸 是很完整的 有没有注意到 通常不管多大的鱼 你捞上来它就被吃了剩一半 只剩下骨头的话 它马上就散掉了 而且在海底下照理说 骨头都该散了才对 早就该散了 不可能会这样子连串在一起 对 它怎么有办法捞上来的时候 还这么完整 而被吃得这么干净 所以它到底是海龙鱼 还是真的很像我们 很想知道又熟知的 尼斯湖水怪 类似的海底生物呢 这真的是现在海洋科学家 也非常好奇在研究的 渔民在东海里面 发现了东海角龙出现了 而这只东海角龙捞上岸之后 大家都在揣测 真的是中国人在传说中的龙 出现在海里面吗 江博士 什么样的生物 你刚刚也看到画面上 这样的骨骸 而且整个连串在一起 究竟是什么生物 当然是龙 龙 你这么肯定 十二生肖里面 只有龙日常生活看不到 但是为什么有呢 那大家都一直以为龙 是中国的特产 是想像的动物 错了 来看看 这是希腊出土的考古遺跡 有希腊的女神 牺了一条龙 跟中国龙根本是一样 而且在 中美洲 马亚文明的美洲文明 又找到龙的遺跡 那你不能讲 古代的人同时想像 古中国古希腊 跟古代的中美洲交通 并没有互相来往 对 那学生也要坐在隔 坐在隔壁 坐壁 答案才会一样 你若是想像 除非是电子设臂 所以证明说龙在古希腊 应该是存在过 在原古时代 人跟恐龙跟龙 曾经同时存在过 那人龙 一半人一半龙的生物 也曾经生存过 后来才慢慢演变了 人归人 龙归龙 然后恐龙归恐龙 那龙就不见 变成另外一个时空生物 那这是值得探讨的 那刚才华干讲到说 有补到 山东有补到龙的骨骼 疑似龙的骨骼 不要忘了 古中国就有这个龙的标本 这是在 距离今天三百七十年前 在中国找到的龙 后来被日本的商人买走了 买走了以后 在明治十一年 在一百多年前 被万代藤兵卫收藏 他非常喜欢这个标本 然后在照尾五十年 就一九七十年 转转转转到 今天的大阪热龙市 热龙市有去过两三遍 那最近我也想带一些 一些爱好者到热龙市去 因为他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那是龙的标本 外面有一些金粉在 然后经过一些防腐处理 我们看他有脚 有呼吸液 那前脚比较大 后脚将萎缩一点 那三根直头而已 好像是一种真正的水中角龙 那他的背脊跟蛇 几乎一样 但是他有鳞片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生物 当然啦 我到过热龙市跟他们要够科学研究资料 美国日本曾共同研究过这样的一个标本 而且甚至也分析过DNA 证明说他不是今天生物学上分类有的 所以今天生物学上分类没有的就是不明生物 但不代表它不存在 所以我一直认为龙就是存在 而且不是只有中国有 以前全世界各地都有 全世界都看得到龙 对 中国出现的频率应该是比较高 或者是当时对他的描述比较清楚而已 这是龙确实是存在的 对哦 12生肖里面除了龙 我们在这世界上看不到 其他的生肖在世界上还都是有 是否龙真的是因为逐渐的减少甚至消失 或者是存在另外一个时空呢 但是啊 在这江苏省的高游市的居民 却发现到了天空中有龙在飞 开玩笑 鼓雨有云 飞龙在天啊 有没有 对哦 有一句诗这么说 金陵本飞池中物 一遇风云变化龙 看到没 看到那只龙了没 这个叫龙溪水 现在圈圈圈出来 是不是有隐约有一颗黑影很迅速的移动过去 我们再看一次 仔细看 看到那个黑影了没 你刚刚看到了吗 那颗就是龙 黑龙飞在天上 有 看到一条飞过去了 江苏高游市的居民 那天全部都目击了这一个神奇的景象 而且呢 当天有一个目击者叫黄先生 这位黄先生呢 在下午4点多 风和日历 本来跟六个朋友很开心的 在湖上泛舟还在那边唱小曲 结果呢 4点半的时候呢 慢慢的天空就黑了 就现在看到 你看到那个天空乌云密布的状况 突然 它的西北边跟它的这个东南边 两只水柱冲天而起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像龙溪水 水龙卷的一个状况 而且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然后大家已经觉得 这下子已经看到奇景了 对不对 不是 看到龙 就看到我们现在圈出来一只黑龙 从右边飞到左边 真的是 龙上来就不是应该活在池子里的 可是呢 高游湖里面有没有龙 在这里似乎给了一些答案 对不对 我还是要强调那句古诗 精灵本飞池中物 疑欲风云变化龙 对不对 飞龙在天 今天完全的被目击到 这就是飞龙在天 所以说呢 高游市区的居民那天看到 每个人都吓到 天啊 这是什么天起景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本来以为只有在小说里才看得到的东西 全部都现场目击到了 对啊 而那天呢 因为这样乌云密布又水龙卷 有没有 下大雨 结果下大雨有没有造成灾情呢 立冠没有 完全没有造成灾情 而且雨下的很大 明明有可能会淹水 但是没有 当地的居民就觉得 是不是冥冥之中 这只龙飞到天空当中 显现神迹给我们看 而且它是保护着我们的 飞龙在天 显现神迹 但是地牛翻身啊 昨天让我们可是全部都摇晃了一下 但在日月潭的朋友就发现到了 地底下有怪声音出现哦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